官伟 1986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 1989年至1992年 分别在澳大利亚塔斯玛尼亚艺术学院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艺术学院 及悉尼当代艺术馆做客座艺术家 1993年作为荣誉艺术家移居澳大利亚 2008年重返北京 并在北京设立工作室 现在生活工作于北京和悉尼 曾在世界各地举办了70多届个人展览 参加了许多重要的国际当代艺术展 包括第八届上海双年展 古巴第十届哈瓦那双年展 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双年展 和第三届亚太地区三年展 日本大阪三年展 韩国光州双年展 下面我介绍一下 我的这张数据时代作品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数据时代 一切都是算法 数字无所不在 一切都可以量化 如每天早上血糖6 血压120 心跳60 体重70公斤 这就是一种完美漂亮的数据 你一天都有能有一个好心情 这里不光是身体上的 我们的情感思想体验 也可以转化成数据 并上传到系统中 如Facebook Instagram和微信上 当你发一组微信的时候 就能证明你自己一种价值 你的存在 而且每隔几分钟要检查一下 看看有多少人给你点赞 这组数据时代作品 就是在此背景下 探索表现当下的这种时代精神 作品中保持着自己 以往的叙事性和预言式的风格 和以往不同的是 这组明显的强调了 图像中符号生成符号 符号之间的关系 它突破了能指和所指的界限 将符号的外延延伸到一个更加宽广的地带 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 阿拉伯数字早已成为世界通用的 带有普世价值的符号 数字这种高度抽象 贯穿着人类的宗教 哲学 科学 艺术文化 等各个领域 数字中的信息早已融合到我们的基因构造之中了 我们凭着本能 就可以辨认出数字的能量和威力 数字蕴含着古代的信息和密码 如二元论 三位一体 四大元素 五行 六六大顺 等等等等 在当代电子时代更是强大 如电脑的二金制 一零一零 无所不包 数字已成为我们人类的本质了吗 以色列历史学家 优瓦尔赫拉利 在他的未来简史中提到 生物真是算法吗 我们的生命 真是数据处理吗 当代绘画 从古典的自然美 到现代艺术的有意味的形式 再到当代的观念性 各种意识形式 古代的 现代的 东方的 西方的 在这里我都给他 嵌在一种强制性的理性叙事 和数字知识的语境中 从而属预言文本 从而使这个预言的文本 转化成一种观念的文本 形而上的文本 目的呢 将观者 引向一个更高级的 心理的体验 更加高智慧的一种体验 它就是神秘和欢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